关注李渔达挺腾 我们会不定期分析经典老剧哦 哈喽小们的我们 每年影视圈的固定楼横项目 翻拍经典电视剧 前两天又轰轰烈烈开幕了 然后编辑部的姑娘们 就重杀了2003年原版的粉红女郎 除了爆笑 风格迥异的别墅四美 简直就是女孩们的 活体人生教科书 以前看电视总有一种错觉 长得特妖媚的都是白拍女衣 就是为了勾引男主破坏女主存在的 但是谁打破了这个定律呢 万人迷啊 狠红姐姐来了 作为一个把所有男人 都收入囊中为己任 挂个调评也要走出 世界我最美的角肉造作高 但她却是编辑部 最想成为的女孩 Top1 因为她就是普通人 最向往的极美貌与才华 和超好性格余神的精致女孩 只要出现在镜头前 她一定在补装 抹水乳和喷香水 身材管理 她是自己的魔鬼教练 对于毕业一年 就开始整天宿命朝天 看在椅子上马字的 忍不重来说 这种坚持让她感动 爱情的鸡汤 那是懒女孩要喝的 精致女孩只吃肉 因为她会独立思考 情话就是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却希望对方相信 爱情就是在赌谁先看走也 婚姻则是在赌谁先会走人 因为京剧不断 她也一开始从腰的跪截 变成了超级红人粉红姐姐 开始解决 广大少女的恋爱谜题 作为一个精致女孩 她不仅活的精致 而且爱生活爱思考 精神世界也格外丰满 这样的女孩 简直就应该挂起来被扣败啊 我不许你喜欢她 相比爱情情据随口来 但始终看不见男朋友的外人迷 距离感情最丰富的竟然是 结婚狂 有六条感情线 姑娘们小本子记起来 虽然因为外貌很自卑 但结婚狂一直是主动出击 不断展示自己善良美好的一面 用爱的小发发表达心意 所以我送给你这个 让你有很长很长的时间 看到她就会想到很真很真的狂 为了得到更好的人 就努力的提升自己 不断的朝理想型靠近 要打入她的圈子 第一个就要是要改变自己 所以她喜欢什么 我就喜欢什么 PS 当时编剧部就有姑娘 模仿结婚狂半夜12点小苹果 去说这样可以看到未来老公 您信吧 反正我不太信 结婚狂的恋情虽然一直坑 但她却始终相信爱情 不会觉得她在骗我 我配不上她 甚至到了日本语言不通 她还在发射爱的火花 这就像人长得美 朋友圈每句话都是金句 但是就是时钟在等待 和虽然人长得一般 但是主动出去寻找真爱一样 你觉得谁更容易找到对象 朋友们 解王吧 作为整部电视剧里最有事业性的男人婆 哈哈哈她现实中的老公是父老大 她在剧中的经历可以说是每一个上票的倒影 但是她的工作逆袭之路 值得每一个小萌懂学习 出入职场她是厕所清洁工 但就是不断拼搏不断尝试 扫厕所的时候发现了被公司闲置的观光旅游部 游乐园事业 哎 市场空白啊 第二步 找准时局向上司推荐自己的优势之处策划 如果我有好点子的话 你肯定让我来做 消费我来负责任吗 我以前在旅行社做过事情 请划一个好案子是不成问题的 第三步 那就是认清自己不足的同时 还能随时用长远的战略性眼光看问题 看看人家的设备 再看看人家的节目设计 看看人家的乐园散发出来的生命利益 我想象着 我们的游乐园建立起来以后 能不能够有别人的力量 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国人 真正的享受到快乐跟开心呢 我心里很清楚 我们还差着一大钱 不管是出入职场的小萌新 还是苦于报复无处施展的无为青年 跟男人婆学学都能在职场上找到启发 哎 对了 虽然是02年的电视剧 但对于抄袭这件事 三观非常正啊 哎呀 事在人为嘛 反正那个乐园就摆在那里 你呢 就天天跟我来抄 然后回去建一个一模一样的迪士尼乐园 不就行了嘛 你行 那人家不告你嘛 并且抄人家多没面子啊 大中国的国格都被你们抄光了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节目 微博观看节目 听腾哥给你理性讲娱乐 搜索关注李渔达挺腾节目 微信做一个不无趣的人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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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回忆 回忆 感谢观看